一元二字方式 其实重点并不是在数学上面 我们主要是在把 它那个公式带进去的结果做出来就OK 所以 那如果你对于那个一元二字方式已经不熟悉的话 你就Google一下吧 一元二字方式 上面有那个维基百科 里面写了一大堆OK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问题是 那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主要需要知道的 就是你把那个国中的数学拿出来 我们最终需要几个东西 因为刚好题目里面他没讲到一些公式 他会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根号里面的数值不能为负数 OK 这是不能为负数 这是第一个不能为负的 所以你如果把那个d这个值 d等于什么呢 b平方减4ac 把它算完之后 如果小于0的话 那就没有10根 其实题目里面就是要跳出就是没有10根 OK 然后再来等于0的话呢 他的10根的公式在这里 就x等于什么呢 负b除以2a OK 就把它带进来 然后当 主要是这个 当d就是这个结果 大于0的话 那有两个10根 就是这个 就是正根负一个 正一个负一个 OK 所以我要把公式带进来的话 怎么说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其他说真的你就不要去太抓牛角尖 如果你是为了准备证照考试的话 你千万不要为了要考这个证照 然后再去把那个数学重新再重修过 一元二字方式什么东西 不过如果你有时间啦 你就Google一下 看一下什么叫一元二字方式 因为那个可能不是重点 因为之前有同学看到这个感觉 哇 这什么东西居然要考到数学 OK 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些之后 请你把这个讯息把它翻译成Python的层次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刚刚讲了 所以其实先把D先做出来 D等于B平方减4AC 所以如果我把程式写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因为第一个 我需要先输出什么 输入总共会有那个ABC三个值 那如果我们以那个刚刚这个题目给我们的讯息 看一下是这个ABC三个 所以506这一题 那如果他输入三个ABC的话 他这边有提到说 如果他没有根的话 就是什么 这个里面没有 一样没有根 不过他是一定要用英文输出 你就用英文输出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输入什么 输入2-31得到这个结果 那输入什么呢 如果输入这三个的话 那就没有根 OK 把他结果给return出来 那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他里面其实没有公式 他只有什么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他没有提供给我们那个什么 刚刚我 所以我有另外补充到那个解答里面 就是刚刚这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我觉得他应该要加上去吧 不然他以为每个人都对一元二字方都很熟 好像每个人都对数学都已经很清楚了 不过可能初题老师应该是教数学 所以他觉得说大家都应该知道 后来发现大家都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请各位再注意一下 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增补上去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先知道什么 把B平方-4AX先带进来 看一下他的D的值是哪一个 所以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那我们应该做出逻辑判断 所以第一个先input的什么 这假设我们利用这边的这边来看 这个题目 如果我今天的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 我先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run出来的结果 ok那表示应该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run 這個2Enter-3Enter 1Enter 有沒有 結果沒有問題 再來我run一次下面這一個 這個是沒有根的 OK 然後就9 9 8 Enter OK 好 那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接下來要怎麼做 其實請各位注意一下 也許將來他沒有這個提示 所以也許你們就拿我這個雲端上面的參考 照著做好了 第一個的話我們一樣 先計算D等於B平方-4AC 所以D這個詞這邊說怎麼來的 D 我這邊是用小寫 這邊大寫 不過沒關係 知道一下 D等於B平方-4AC 有沒有 這公司應該很熟吧 這以前可能有嗎 國中的吧 沒反應 沒關係 知道一下B平方-4AC 這個要記一下 因為考試的時候他沒給你 我覺得這應該要放上去才對 OK 不然這話很多人不知道 要記 B平方-4AC 我們得到一個值 這個值呢 你必須要判斷它到底是 我們能夠得到兩個根是要大於0 所以我們先從3 3的話是這邊 如果D小於0的話 那S這個字串 你就丟一個什麼 你這個裡面沒有什麼 沒有根啦 OK就把這個訊息return 方程式裡面沒有10根 就訊息跳出來 不過要打一串英文 就是在他提供的訊息 你不要打中文 不然沒有分 OK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相等else D如果等於0 就是這一個 那他的那個兩個10根 就是x等於-b除以2a 所以answer等於-b除以2a 然後記得 一樣要把這個的結果 把它轉換成3 或者如果你要更省的話 你乾脆就把這個丟進來也可以 不用一個answer OK 反正應該知道 所以第一個if 第二個else 第三個就是算它是什麼 算它兩個根 一個是正的 一個是負的 中間這個加跟減 各做一次 所以呢 我們是什麼 amse等於什麼呢 負-b加上什麼呢 開一個根號 開根號這個部分的話 就max點這個sqrt square 那個括弧把這個 裡面的話 就b平方-4ac 實際上就是d嘛 所以再把d這個詞丟進來 再除以什麼呢 2a 有沒有 就是這個結果 把這個結果丟到answer1裡面去 那一樣啦 複製過來之後 改一下那個 一個加一個- OK 然後把結果丟到ns2裡面去 這應該沒問題吧 其實這個公式把它丟破了 再來的話 因為它最後輸出 它是希望我們輸出什麼 輸出的結果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一個d點控一格 這邊有個關鍵 這邊一定要控一格 d點控一格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這邊的話就把這個 ns1放在前面 串接一個什麼d點加一個空白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邊有個空白 然後把第二個answer放到後面 它就輸出print的結果出來 這樣的話呢 如果我剛剛這個結果把它執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就是 像上面這一個 我用這個2 如果你輸入enter-3 enter-1 enter-1 結果就出來了 那就沒有問題 那再來的話 不過我這種寫法是沒有用function OK 這個是不是用function的寫法 所以記得這個如果你寫完了 其實要把它改 改的方法一樣 記得喔 把它放在input下面 如果有input的話 你就打這邊df 然後控一格之後的話 後面它有應該有一個要求 就是說 一樣這個名稱 所以它function名稱都一定要用這個 然後呢在這邊建一個function 一個函式 然後呢傳abc abc 然後後面一樣 冒號一下 把它放到上面來之後 就把中間的這一串 把它怎麼樣 把它這一串 應該是print的 中間這一串把它搬到這裡來 記得按個tab鍵 不過這一體可能會比較 需要注意一下 你比較功力好的 你就一次可以做啦 如果你功力不好 我建議你先把沒有function先寫 寫完之後 再改成有function 改的方法記得喔 有沒有 先打這個 傳三個值 丟過來之後的話 然後最後怎麼樣 再把它加一個return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在這個 這一層打一個return return什麼 把這個sreturn回來 OK 就是這個return 那return之後的話 再利用什麼 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把這一個 其實也是傳abc 這個複製過來 copy一下 放到這裡來 也就是他幫我丟一個結果到這邊 然後後括弧這邊架一下 也就是把s丟過來 那最後結果應該也是一樣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然後呢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那當然run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2-3 1 結果會不ok呢 Enter 沒問題 OK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最好我是建議啦 你如果一次不ok的話 你先不要做這樣子 不然的話我怕有些同學 那個function還不太會寫 那我乾脆把它back回來 那待會再講一下好了 ok 請各位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先一次就改完 然後不行的話呢分兩階段 我待會也會把這個先複製貼到雲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可以參考一下那個我們的解答 我解答是1到4類放一個 5到9類放一個 所以可能你們要找解答的話 可能要找一下那個第 另外一個檔案